原來侯友宜才是世界第一心機王 他一共耍了多少人 先耍了郭台銘 對不對 跟郭台銘講說 你如果要選 我就不選 結果忽然表態的時候 就不接郭台銘電話了 然後去跟朱立倫勾來勾去 眉來眼去 一副就是有談好狀況 朱立倫也傻傻的入證了 把侯友宜推出來之後 既然默默的又去找了金輔聰 找了金輔聰過了一個月 時機成熟 趕快金輔聰出來 陳國軍遲程都遞了 失業了 結果現在 抱歉 何忽宜說什麼都負責 就是不負責媒體 所以你看這個局 坦白講 我後來發現 我有點低估侯友宜了 侯友宜雖然一肚子沒有墨水 但他有一肚子壞水 他是到處算計別 很厲害 這個東西我坦白講 對侯友宜來說 確實在黨內鬥爭起高一招